好 現在我們看來撐地球的行星 我們如果用那個行星必穿定律來撐那個地球 好 所以比如說 這裡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 比如說地球的質量 M 我不知道嘛 對不對 那我可以打一個人造物音上去 打一個人造物音上去的話 那它的軌道半徑我可以量 然後它周期的話我可以量 就是一天開幾次 然後根據軌道半徑 阿甄周期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地球的那個 地球的質量 是因為剛好還重力核 是等於重力質量的 所以我就把 事實上它量出來是重力核 對吧 量這個重力核 重力核就是質量 那根據行星第三定律 行星第三定律是 R 三次方 除以 T 平衡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呢 4π平衡 GM 是不是 對吧 那M 就可以算出來 這地球的質量就可以算出來 用行星第三定律 那行星第三定律也可以用牛頓那個萬有力做出來 高偉的做法 所以這個等於等於這個等於 Z 平衡 4π平衡 R 三次方法 用這個方法就可以把那個地球的質量給算 撐出來了 那你說 地球的話呢 質量多少啊 那你說多少多少呢 那有人就質疑啊 這個地球怎麼秤出來了? 你又不是草叢 草叢不是秤大象嗎? 草叢大象他就用虎一起秤 草叢不是更厲害,這是秤地球 現在連地球都可以秤,草叢大象有什麼事情 對,交給你吧 好